差不多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說各位可以找到 在你們的專 就是說我們的 介面的設計 基本上就是會在 RES這個裡面的那個Layout Layout裡面你去找到這個檔案 這個是介面部分 如果說你的Source要撰寫的話 記得以後就找哪裡找這個 MainActivity.java 所以加上我們Source撰寫就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View的話就在這裡 主要是這兩個啦 其他的話暫時你如果 還不知道沒有關係 因為它很多結構 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把這個Source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我們來說明一下 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上一次上課的時候有講過 這裡第一個要宣告 宣告的位置特別注意 我通常會宣告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因為它底下 如果我說這個Activity 記得是在 因為它這個Activity 叫MainActivity 它是一個類別 它是Essence Activity 所以Activity 所有的 包含它的一些方法 我必須要去繼承 那裡面的話有哪些重點 最重要是Uncreate Activity裡面最重要的生命周期 第一個就是Uncreate 那什麼叫Activity 如果說你暫時不知道 一個很簡單的圖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這個Activity上面 其實在Eclipse的開發環境很棒的一點就是 它的所有的說明檔都在上面 你只要油不要放上去之後的話 再移到中間 再把它展開來 其實裡面就有很多說明 什麼叫Activity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先看過 那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它有一個什麼呢 有個圖對不對 其實這個圖裡面講得很清楚 Activity Launch 它被執行之後的話 它會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它會 先去 把Uncreate 先執行 這個方法 Uncreate的方法 先執行 也就是說 一個App 它的生命周期 App 第一個 你被run 起來之後 它第一個會去執行Uncreate 所以 Uncreate的方法是必要的 那其他的這些方法 不見得有 所以目前看到最重要的是Uncreate 那後面這些 生命周期 要怎麼去實作 這個後面我想 我們陸陸續下來講好了 不然的話 各位一下子看太多 負擔很大 那基本上它一定什麼 Tray Uncreate Unstart Unresume 然後它就run 所以就run起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它如果說你按 像你的手機不是 按那個 Back鍵有沒有 Back鍵的時候它會怎麼樣呢 On pause Unstart 然後呢 它就怎樣呢 就在背後 在背後執行 先停掉 等到你 你如果按 Home鍵 或者按不是有一個那個 可以切回來的那個鍵有沒有 然後切回來是怎樣 它切回來就是 再restart 再start 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大概是這樣 各位有個概念 先 先有個概念 那我們的run run的部分你會發現 在你的 activity 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 uncreate 方法 這必要的條件 有點像是 你們在寫那個 任何的語言都有個man 有沒有 man不是有個入口嗎 一定就是從那邊入口就對了 OK 那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uncreate 做什麼事情呢 uncreate 裡面最重要就是說 它有一個 set content view set content view 就是set content view 這個方法 它會先怎麼樣呢 就是去把 有沒有 r.layout 有沒有發現 這個r 實際上指的就是 resource的一個類別檔 它就是登記所有 你在 畫面上面的 所有一切元件 它會登記在大r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大r其實指的就是 這個resource 裡面的話 我不是 跟 應該是 跟正一下 應該是這個 這裡面 它會怎麼樣呢 就是 當這個activity run 起來的時候 會先把這個activity 把它叫起來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畫面會跳出來 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 activity執行 然後會去執行uncreate uncreate就把它執行起來 所以這個流程 我想 很清楚 OK 那再來的話 你有layout之後 才能夠 把你的元件放上去 如果你沒有元件 所以有的人 常常把 怎麼呢 把這幾行程式 有沒有 寫在uncreate的上面 完蛋了 你的layout都沒出來 你怎麼放那些東西 所以就一定跳掉 OK 所以特別重要 放的位置一定是 set content view 然後把那個叫出來 那我們基本流程大概跟上個禮拜一樣 第一步就怎麼樣 宣告物件 那宣告物件的主要目的就是說 因為你要實體化嘛 你如果沒有物件的話 其實物件簡單講 擺一點就是在 記憶體配置一個空間 存放 我們要存放的那個 比如說元件嘛 元件你要run 你至少要實體化 元件 將來run 它run在哪裡 記憶體啊 記憶體沒有配置給它 你怎麼run 所以宣告 這幾個 包含就是說我們有四個嘛 所以一個testview對不對 所以名稱的話也叫testshow好了 OK 然後呢 三個button 特別是有 有些書是三行啊 不過我覺得簡單一點 中間加多點就好了 這三個都是button 那如果說你在 輸入之後的話 假如說 會出現這個有沒有 常常會出現 所以 游標放上去 把它input進來就好了 游標放上去 input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它就幫你input 那實際上這個button指的是 Enjoy的 VG的button 實際上寫法是 Java的寫法 可是 元件是使用 Enjoy的元件 所以 Google的Enjoy很厲害 它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反正我就是在 Java的基礎上 因為Java已經很穩定 出來非常久 很穩定的一個語言 對不對 我覺得怎麼樣 在你的 肩膀上面 再架上我的東西 所以 站在巨人肩膀上面 真的是 會非常的方便 所以為什麼那個Enjoy會這麼的快速 甚至它 比iPhone 晚 晚出 應該是比較 差不多時間出現 可是呢 它的爆發力 卻超 應該已經超過iPhone很多了 為什麼 因為 它利用Java的基礎語言 然後呢 架上自己的什麼 架上Enjoy的相關的VG 上去 包含這些 有沒有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 宣告 物件之後 再來做什麼 連結 那另外會有四個 四個元件 在畫面上面 我們剛剛有四個畫面 畫面上有四個東西 要把它連結過來 那連結過來方法 很簡單 馬上有講過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畫面上市Text View 你就 強制轉型 這邊一定要寫 然後後面的話 你就怎樣 打一個List 其實這個List 打不打都沒關係 有些書裡面是沒有打List 不過 打個List 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你就會自動跑出 FineView by ID 因為我比較懶 有時候我自己打 有時候 怕會打錯字 而且 FineView by ID 有沒有 你的大小寫 還不能打錯 Java是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大小寫打錯也不行 點兩下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要一個ID 那這個ID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大R 那所謂大R是指 我剛剛講 他就是放在Channel裡面的 這邊有個 有沒有這個裡面有一個叫大R的登錄檔 這個登錄檔做什麼呢 就是把Resource裡面所有的 這些東西登記在大R裡面 做成什麼呢 做成一個編號 而且是16境位的一個整數 那將來的話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大R去取得 畫面上那個元件 所以我們用R點 ID 畫面上有沒有 然後按個Enter 用點的 你就可以去找到 如果你點下去之後發現奇怪什麼沒有出現我要選的那個ID的話 那大部分原因都是什麼 你這個 有沒有 做好了修改 之後沒有存檔 就不會出現 如果你存檔好也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一定會 就是這個地方就出現 那我們 就是一宣告物件 再連結 再來就做什麼 一二三 三的話事件 那因為有我要做幾個事件呢 按鈕上面有沒有 分別有一個按下去之後在上面顯示 一個按下去在上面顯示 所以這個事件要怎麼建立呢 其實就建 有三個按鈕 所以建 三個事件就好了 當然有些書會寫共用事件 不過我覺得共用事件好像沒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乾脆把事件分開來寫就好了 那怎麼寫呢 這也是上個禮拜講的 這邊已經寫好了 就是我上禮拜講的 第一個 在button 那個0的上面點下去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你就打一個 B00點下去之後 要建立一個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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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icklisten 那set unclicklisten 實際上就是在上面建一個listen 就是 偵測一下 User有沒有用手點下去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按一個 選他按enter 有沒有 他會跟你要一個什麼listen 那你就new一個什麼呢 這個我想簡單的規則就是 在哪裡建listen呢 在button上面 所以你就打一個 button 點 點下去把set後面這一串 摳過來 我想這個流程大概都差不多 建listen的這個方法應該算是比較簡單的啦 然後呢 我就 一個小瓜糊 一個大瓜糊 再後瓜糊加一個分號 這個我想各位 盡量就把它 把它當成是一個規則記下來 OK 這邊打錯了 OK 好 這個時候你游標放上去的話 因為有大瓜糊 可是你卻沒有實作 沒有實作的方法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一個抽象的 類別 這個listener是一個抽象類別 如果你繼承了 這個listener 你就要實作 哪一個呢 實作unclick的方法 這個是java 物件導向觀念的基本 OK 那你繼承他 你有大瓜糊 可是你沒有實作 怎麼辦呢 游標放上去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這個部分跟上個禮拜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它會自動幫我實作unclick這個方法 OK 那當我 點擊那個按鈕之後 我要做什麼 我的需求 就是 點著它 把上面這一個 加上0 OK 那我要怎麼點它 上面加上0呢 第一個我要先知道 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Test Show裡面原來的文字是什麼 我先把它存起來 然後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0 好 那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 我先把它取出來 把裡面的Test View先取出來 所以這一行我先拖欄一下 就是呢 我先建一個什麼 這個是java寫法 基本上就是 我在這上面先建一個string的 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它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把Test 有沒有Test Show 就上面那個 那幾個字 也許你現在不只是電話號碼 也許你打個0 現在再抓回來再加個1 再加個2等等 那你要怎麼把它抓回來呢 在java裡面有很多的get get使的就是取得 gettest 然後呢 後面記得一定要把它塗string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它塗string的話 它不會變成字串 不會變字串 不會變字串形式 所以這地方的話要把它塗string 然後呢 就把裡面的字先放在string裡面 最後要輸出的時候呢 再把它加一個0就可以了 其他1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做好一個按鈕的事件之後的話 那2怎麼做呢 1跟2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上面這個地方複製之後貼上來 把這個改一下 然後這個改一下 其他的把它改 不用改 2也是一樣把這個改一下 把這個改一下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save save之後的話 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你run完 做好之後 上面沒有紅色的叉叉 也沒有紅色的那個波浪狀的形狀 你就可以知道 在專案上右鍵 執行為 anjoy application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你compile compile到哪裡去啊 基本上 他一定會放在這個bin裡面 bin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什麼 APK 點了1 上面就有1 點了2 那需求就這樣子 所以 請各位大概把這個做出來 不過 你會發現他一直點 他就一直出現 沒有清除的 所以沒有back鍵 沒有辦法怎麼樣 回頭啦 所以你這邊 也可以做什麼 一個清除 如果清除需要 把它 倒車回去的話 你可以再做一個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你上個禮拜 Holo World做得出來 我想這禮拜這個 應該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反正三個嘛 那你會發現那個app 寫app的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123 就OK了 然後 APK如果說你不要發布成 在Google Play的話 你就把APK 怎麼樣 其實我之前也有教同學 你就放在雲端硬碟上面 然後做個QR Code 讓人家去download 也可以裝在手機上面 很快一下就裝了 你不一定要發布到Google Play啦 你就把它發布到什麼 發布到那個 你的雲端硬碟 這個等一下可以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發布出去你今天做的東西 就已經在雲端了 可不可以馬上安裝了 可以馬上安裝 馬上可以在手機上可以看到 這個 興奮的指數應該要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常常就 請同學 一定務必要 在你手機看到 才算數 如果你手機上看不到的話 感覺好像有錯跟沒錯 好像沒有差太多 你就會很興奮的 一直去update 一直update 最後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 App 很快的給別人使用 別人有使用經驗 你就回饋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App 越做越好 最後 等到ready了 你就會把它發布到Google Play上去 其實說真的 你要 產生App 就會越來越快了 所以你畢業之前假如說多做一些App的話 這個將來你們的前景真的是 一片光明 現在真的很缺這方面人才 那不是缺 沒有經驗的 是缺有經驗的 現在是非常缺有經驗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自己變有經驗 所以現在為什麼薪水差那麼多 就是因為有經驗跟沒經驗 你的待遇就是差十萬八千里 很好